快点狗蛋 天都黑了 今天呢我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任务 有一位大哥每天都在后台私信过 找挂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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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他的生日快到了 所以今天我们就先去帮大哥找挂坠 走 第一次给粉丝大哥找视频 所以我一定要全力以赴 拿下最低价格 我们今天就来到了我们阿丽的工厂 走进去看一下 这边也太哇塞了吧 这么多皮修 沾水牌 观音 平安寇 天哪 诶 这边有块无视牌 方方正正 而且厚度够厚 可惜它没有做个镶嵌 不然的话 我觉得非常适合大哥气质 这里都是一些牌子 哇 这一尊是关公 你看里面还有点点雪花年 特别有意境感 关公面前耍大刀 这些批修还带黄匪的 身披黄金甲的批修 哇 这些也太好看了吧 这一手的紫色平安寇 你们看一下 完全不失色 走 这一盘不错呀 这一盘是新货 哇 这一盘就非常适合大哥带了 符合大哥气质 我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一个虎牌吗 嗯 好酷啊这个 哇 这几块都是杠杠的品质 哇 这个是一个龙牌 里面你看还有这样的雪花点点的感觉 哇 这个也很有特色 你看 哇 这块好润啊 有胶感 哇 这是一封观音哦 这个也可以选 把这牛牌也好润啊 牛气冲天 牛上还背了一个钱 这块必须要 我觉得都是个大哥 哈哈 对 都是新货来的 我挑一下吧 你给我一个盘子 阿丽 我就选这八款 然后你给我一个最低的计价单 哦 好 给你的是最低下吧 好嘞 我会大 来 点点大 你吃好了 好的 我看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好的 给大哥挑的这八件挂坠呢 我是渐渐都爱 但是不知道大哥爱哪一件 说实话 我现在的心情呢 是既激动又紧张 因为毕竟是我们的第一次外卖 所以狗蛋 为了我们的做大做强 记得明天别迟到 我们一早出发 快点 狗蛋 哎 天都黑了 多少钱这个 30 30 少一点吧 28 28 你先请28吧 来吧 哎呦 我的天啊 好死我了 谢谢啊 狗蛋你知道 我买这个 是什么意义吗